Hello Club 又是我泰國小園 今天我們就不去喝飲食食逛街了 我們做什麼? 我們去帶小朋友玩 我知道很多大朋友來曼谷 肯定是打骨、吃東西、逛夜市 但你總會生一兩件帶他們來的 他們都有要求的 來到曼谷其實曼谷商場很好 很多商場都有這些遊樂設施 今天來到這個哈巴嶺這裡 帶小朋友放電 放了電 放了電 我們今晚有睡覺 給了三百多匹進來 不只是玩踩單車 我們一起去看看有什麼玩 小朋友去這個地方叫做哈巴嶺 是泰國一個連鎖的室內遊樂場 而我們這次去了Fashion Island 這裡開的時候 是號稱當時全民谷最大的室內遊樂場 我們那天只上滑梯都上穩 不相信?我們一起來看看有多少條滑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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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半個小時還在滑梯 滑梯好像滑極都滑不完 什麼類型的滑梯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喜歡滑梯的小朋友來到這裡 一定會像她那麼開心 除了滑梯之外 這個遊樂場還有很多東西玩 我們一起去看看 開始了 是你的樣子 是你的樣子 越來越大了 越來越大了 你變大了 OK 贏了 好累 現在還沒隔一個小時 還有一個小時20分鐘 我立刻到一間咖啡廠 你不如坐下來喝杯東西吧 不要 不要 轉轉轉 減鏡啊 這裡真的好大 能不能下去嗎 你太低了 可以的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你行不行 太胖了 我可以啊 你給我 好累啊 我已經爬不到樓梯了 轉場去幼童的地方 我們先吃吃吃看 哇 好像做運動一樣 如果剛才的場太刺激 不適合你的小朋友玩呢 我們可以去一些幼童的場 Baby的小朋友可以上來這個滑梯仔 這裡有銀行 有警察局 有FIRE Station 還有Hospital 哇 撞到啊 有FIRE S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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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像是扮回人的名字 怪不得要2個小時了 這裡 今晚一定好睡 他又好像不知道自己說什麼了 怎麼這麼說話 他好像是暴走模式 我好累啊 我好像在做運動一樣 陪小朋友玩真的很辛苦 這裡是Baby的 Baby可以玩這些 有得玩家家酒 也有很多東西玩 有很多玩具玩的 不玩石滑梯 玩玩玩具玩車 放空了 沒有電 靈魂出竅 這裡有很多平衡的東西玩 全部都是玩平衡的 哇 在哪裡 在哪裡 迷宮 在哪裡 哈哈哈哈 又偷懶啊 你的樣子 一拳 一拳 要玩涼 對啊 要玩涼 還要玩涼 鏡子大啊 很累啊 這些不是每次朋友玩的 他當成是玩具 來啊 去 哇 進去了 還要幫我啊 1 2 3 哇 耶 好不好玩啊 好玩啊 好累啊 好累啊 我出汗了 我背部都濕了 頭都亂了 瘦髮又亂了 好不好玩啊 好不好玩啊 我內褲都濕了 哈哈 這麼厲害 好不好玩啊 好玩 開心 OK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好累啊 拜拜 拜拜 還沒走 我知道大家看完影片都很想來的 讓我資訊院給大家多點資訊吧 進去之前 我們是要去卡塔買了票 小朋友就成為380匹一個 而陪進去的大人就130匹一個 一玩就玩兩個小時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問 哎呀 我好想逛街啊 但小朋友又想去玩 怎麼算好呢 這個Happy Care 正啊 原來可以放下你的小朋友的工作人員 幫你照顧他 然後你就自己去逛街 那工作人員的小朋友在這裡玩 超棒 這裡還有一個空碗 讓你放私人物品 很方便 不過記住記住 要穿襪進來的 不穿襪是沒得玩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晚上6點之後 是有半價的 現在店舖詳細的資料 已經寫在樓下說明欄 喜歡的朋友記得在樓下看 最後最後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如果各位有興趣關注小苑在泰國的生活 記住記住 CLSS 還有還有 可以繼續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 下次再見 Bye Bye